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章节我们要看的是角动量 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角动量呢 就是类比于之前的这个线性系统 就是说当我们之前的线性系统呢 介绍了一个动量概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动量的守恒呢 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力学系统的一些问题 所以相对的我们介绍角动量呢 就是对应于一个旋转的系统而言 如果它不受外力矩的话 你可以利用角动量守恒的概念呢 很轻松的去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所以呢在这个章节我们主要介绍就是角动量 那角动量呢是跟力矩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物理量 所以上个章节呢我们讲到所谓的力矩 我们知道呢力矩的定义呢 就是它的坐标向量 跟说这颗粒子所受到的力呢 的一个向量的外积 所以它可以写出来就是 就是R乘上F乘上一个sinθ 然后我们知道呢这个角度呢 基本上就是从位置向量转到力向量的这个夹角 那本身的力矩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它的方向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你基本上要知道两个向量外积之后呢 这个心的向量它的方向呢可以用右手定乍来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左下角这个图呢你可以利用你的大拇指 你十指跟中指呢来做一个向量外积之后 心的向量它方向的判断 所以做法呢就是把你的十指中指跟大拇指呢 互相垂直的放出来 然后呢你的第一个向量如果是A 你就用十指指的第一个向量的方向 那你的中指呢就是指向你第二个向量的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你跟十指跟中指垂直的大拇指的方向呢 就是你外积出来心的向量它的方向 这是第一种看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一样是右手 但是呢你把你的手掌摊平 然后呢你把大拇指呢指向是第一个向量的方向 然后你的四根手指头呢指的是第二个向量的方向 这时候你手掌心朝的方向呢就是这两个向量 外积出来这个心的向量它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这边复习完说如何做两个向量的外积之后呢 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既然我们这个章节的主角是角动量 那角动量的定义是怎么定义出来的 所以说任何一个粒子呢它只要在有移动它有速度它有动量呢 基本上你都可以计算它的一个角动量 所以像我们现在举一个二维的系统 在XY平面上面呢你有一个粒子 那这颗粒子呢它不受任何的外力 所以它是一个free particle 然后它带有一个起始的动量 那你也知道呢因为它不受外力呢 它的动量不会随时间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在某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坐标向量 所以这颗粒子呢它的角动量的定义呢就是r x p 然后你用右手定则去判断一下呢 你会发觉这个角动量是个向量 它的方向呢就是指向黑板的方向 所以是在一个负z方向的一个向量 那么稍微看一下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粒子 你有一颗particle不受任何的外力 那它的角动量呢会不会随时间而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的是一开始呢 这个particle带有一个momentum p 然后呢因为它不受任何的外力 所以它的运动方向也不会改变 所以呢在一个稍微晚一点的时间 你再去看你的系统 你的这个particle呢会跑到一个新的位置 但是呢它带的动量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去计算这个角动量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知道的是r向量跟p向量呢 都在xy平面上面 所以呢你知道你外积出来的角动量的方向呢 还是在负z方向 所以方向不变 那大小会不会改变呢 所以呢我现在可以用p的大小去乘上 坐标向量投影在垂直与我动量方向的一个分量 所以你发觉一开始跟结束的位置呢 r的一个投影呢它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也知道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面 对于一个free particle 它不受到任何的外力呢 它的角动量呢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 那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也就是我们后面会仔细探讨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系统不受到任何的外力举 你的角动量呢基本上是一个守恒量 那我们这个章节呢会有几个topic 我们主要会涵盖呢就是 再仔细看一下说 单颗粒子它的角动量怎么做计算 因为你发觉说我们刚刚在计算 角动量的时候 我的角动量呢会牵涉到所谓的坐标向量 那坐标向量呢会跟我的圆点选择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会发觉不同的圆点选择的时候呢 会给我们不同的角动量 他们同时也会看一下说 所谓一个钢体它的角动量是怎么做计算 怎么定义出来的 然后呢有了角动量的概念之后 我们会推导说一个粒子或者是一个钢体 在做旋转运动的时候呢 它所遵守的旋转的动力学 应该是什么 那有了以上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应用 所以我们会仔细来看一下 陀螺仪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以上呢就是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旋转运动 以及之前章节介绍的一个线性运动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问说 如果你的系统要达到所谓的精力平衡 那它要遵守的条件是什么 那之后呢我们会介绍所谓的一个重心 那基本上呢跟直芯非常类似呢 但它有不同的意义 主要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旋转轴穿过的是这个系统的重心 那基本上呢你这个系统呢 并不会受到任何的重力局 所以我们会来讨论一下 那因为这件事情呢 会跟如何平衡你的系统很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就会交代一下 这个系统的重心该怎么做计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